里面大概有三个可以稍微看一下的 一个是叫Information Process Theory 那这个跟就是梦的时候 就把你的固化你的这个长期记忆 Long Term Memory 我们有Short Turn Long Term Walking 这个我们在记忆的时候都谈过了 那我们发觉在做梦的时候 你在做梦的时候 那个脑部活动跟在学习的时候的活动 是很类似的 就是这个area动的这很类似 所以基本上跟固化跟强化学习是有关系的 所以睡觉前读点书是还不错的 就是这个看看paper的 这个注写 这个是很不错的 让你固化一下 这个虽然很不实际的 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那这个 那这个activation synthesis 就是让你这个 也是一样 这byproduct让你这个 你这里面的某一些连结 把他给在动眼期 能够把他给 activity 让他给重复的 跟过去的经验 连在一起 跟过去的经验 应该是第三种 emotional processing emotional processing就是 跟你过去的经验 跟你的情绪 把他连在 白线记得那么多 很多东西把他再连在一起 那这个 跟情绪连在一起的时候 是因为 因为某一个东西 当时你可能没有办法 这个跟你的lympic system 就我lympic是边缘系统 那我们发觉 睡觉的时候 那种边缘系统 本来是跟生存有关的 应该是 睡觉的时候 他应该在休息 大脑在动 发觉睡觉的时候 连在生存的那个部分 他也会 那生存是跟什么有关 生存跟情绪有关 生存我恐惧 我挨饿 我要 我这个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 这个 喜怒哀乐 这个部分 lympic system 我们最常讲过 这个边缘 连蜥蜴 连爬虫类都有的 那个部分 睡觉的时候 他也会再active 所以那个就跟情绪有关的 所以睡眠的时候 跟今天很像都有关 今天series 基本上看起来 好像都 不是看起来 基本上 他都有对的 都有错的 在政治心理学里面 这些好多model 好多series 都经过 有多数百年以上的 这个 这个辨证 那 他大概都有 他的 每一个model 都有他的 都有对的地方 跟不对的地方 或是弱点 强点跟弱点 大概目前的看法 都是 把这些合起来看 大概就 那月线脑又进步一点 跟脑的这个在验证 OK 弄是那个样子 那 那催眠呢 催眠是什么 催眠基本上 它是 Ultra state of consciousness 就我们刚才讲到 刚才你要改变 改变你的这个 意识形态的话 这个不是要意识形态 改变你的意识 意识形态是改变不了的 蓝的就是蓝的 绿的就是绿的 那这个改变你的意识的话 有的时候会改变 年纪大的时候 可能就会改变了 不过也不见了 年纪大的时候更强化了 大部分人年纪大 知识分子年纪大 大家都会改变 那这个 那意识 你的意识感有关于 有药物 有冥想 那催眠是另外一种 改变意识的 那催眠跟睡眠 是不一样的 那 那它的衣机 当然有好 大部分的时候 是跟这个 醒的时候 是很类似 那这些有关于催眠的 这个misc conception 你没有误 我不再多谈它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基本上催眠以后 尤其在浅眠阶段 其实你是有意识的 然后你也不会被控制 那这个催眠 那到深度的时候 其实你都是 只是你的浅意识被唤起 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 催眠什么 就你的意识 等一下我们看好了 我们看后面的这个 我看中文的好了 大家看中文的 可能会比较 比较这个 催眠需要诱导 就有时间的问题 催眠需要诱导 就有一个 有一些 你看 催眠秀 有一个诱导 但有些人 没有办法被催眠 脑 脑有受伤 精神病患者 这些都没有办法被催眠 催眠过程呢 基本上 你15到40分钟 就进入催眠 然后呢 这红字是最重要的 催眠的时候是 你的潜意识非常活跃 我们刚才说 我们前面讲意识 现在讲是潜意识 还有无意识 无意识 你根本就没有意识 就这个 那催眠的时候 你是有意识 但潜意识非常活跃 但是你的意识呢 是知道 是意识还是存在的 你还知道外面的这些东西 是存在的 但是意识已经不负责主控了 你交给潜意识 为什么催眠以后会讲真话 因为这就是潜意识了 心里的话被讲出来了 我已经过去忘记了 一顿出来了 所以你的意识还在 但是你的主控权交给潜意识 基本上 你的状态是这个样 经过催眠以后 那被催眠 那被催眠者 他亲度催眠过程里面 他对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清醒以后 我有人认为他根本没有被催眠过了 所以有外地催眠 环境催眠自我催眠 那这个我不再不再这个 那催眠 他可改变习惯 就过去的是在潜意识里面 那并不是在意识 那用意识修正 习惯要很久 那潜意识呢 就比较快 就潜意识里面的来 意识 你的意识要做 你要戒烟就比较慢了 那催眠帮忙 潜意识里面 帮忙你做 做这一个 修正 就比较快 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 催眠有时候 他可以做一些 治疗 心理治疗的原因是在这里 那催眠 那催眠怎么做呢 基本上是所谓 所谓讯息单位超载 就overloading的这个讯息 让你进入潜意识 让你意识没有办法 让你 就是说你这个 你overloading以后呢 然后所谓穿透这个理性 当你进入到 那个潜意识的时候呢 那你就快速的使脑子 就是overloading 然后进入 就是你的这个information 讯息通常都是这个 一个提示的讯息 经过环境 经过15分钟 到半个小时 然后你的身体意识 然后就让你的脑子 overload 然后就到了那个潜意识的状态 到了潜意识的状态 意识虽然存在 但是你的潜意识 它来主控了 那大概有潜 这个跟睡眠的有点像 虽然它不是睡眠 跟睡眠有点像 轻度 中度 深度 一般来讲 这个就跟睡眠的那个 你可以想成是那个 但是大部分你这样表演的时候 都是在轻度 那进入了那个 那潜意识 进入了这个潜意识的状态以后呢 你的脑里面就会有这个 endorphin 就跟刚才鸦片的那个化学 跟这个endorphin 很接近 那这个 那你事实上就很快乐 然后你的这个 免疫系统 就会很轻松 这个所以 催眠完以后的人都会觉得很不错 那这个 实际上麻醉以后也是一样 麻醉的人以后都都会觉得很轻松 就是这个 如果不是动手术的话 没有 不是动手术 为什么会被麻醉 那就动手术 动手术麻醉以后也不痛 那你就不会觉得 那麻醉完就觉得休息过 就是因为 因为你会 你就没有 没有这个 当然麻醉不是进入潜意识的 这个麻醉又不一样 那 那你当然有一些感受了 那进入你的潜意识 所以你有意识 有潜意识 有无意识 大概分成这三类 这个我就不 也不及谈 那催眠跟睡眠 当然是不一样 那这个 睡眠是从β β我就活跃了 一开始β到α 然后到θ 到δ 这个睡眠状态 当然是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 催眠的话呢 那 那这个 你进入α 然后 然后这个 你后面那几个 就不见得会进入的 α的这个状态 你的意识还在 所以有时候会配合 配合做一些 那潜眠呢 是 潜眠跟这个深度催眠 当然我刚才说有三种 那潜眠就是α 就我们一般现在大家在想要睡觉的时候 这个α 那很有趣的是 这也大家看到 我记得我以前叫大家 建议大家不要去参加政治的群众运动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在潜眠状态 就你是被催眠的 就去演唱会也是 你去他演唱会 这个 周杰伦6月11、12日开演唱会 我可能会去 我去被他催眠一下 像那天我去看木特的小提琴 有一段时间就被他催眠了 我觉得是我还有打呼 我大概有几小段 就是说你参加那种群众的时候 你会跟大家一起呼吸 那市场就进入了这个 你就被催眠了 那他讲的东西就对你的影响就很大了 就群众运动 或者有时候打 你练气功的时候 练气功就一定会知道 练气功 他不建议你一个人练 效果不好 他就气功致病 很多人一起 有时候宗教会 就是瘫痪站起来 那基本上大概都是 都是这个 呃 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效果特别大 每个人都都阿法波 这个 这个 然后一起共振 对 然后这个 共振是我乱讲的 我感觉是 因为我练气气功 我大概都都有这种感觉 都没有错 这个 那这个 是浅眠了 如果跟睡眠对比的话 那 那如果是深度催眠的话呢 那如果深度催眠那比较久 进入深度催眠以后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到你的启发你的提取过去的记忆 那这些部分 就 但是如果太深度催眠呢 那这个时候就 就会有些偏执的症状了 那那那这个催眠的咨询 争询的可能就在那个部分 那个时候 那那那